例如我想在電腦上表示一幅圖 如何表示 之前提過文字 如何表示圖 我會將圖一格一格 將圖一格一格 每一格 其實是很小的 我們就叫做一粒Pixel 例如這裡很少 可能只有十粒 但實際上 我們可能用1024 這裡有1024粒 這裡可能是800粒 我們就說 這個圖的解像度 就是1024乘800 其實單位是Pixel 即每一個點 就是Pixel 但每一個點 為了表示圖 一定會有個顏色 在一個點 有不同的顏色 然後可能會 我們會看到整個圖形 一樣 每個Pixel 我們要記錄下 它的顏色 有兩種情況 第一點簡單 如果純粹是黑白的圖像 不是彩色 我們可以記錄下 它的灰度 所以灰度 就是最白 是一種情況 然後最黑 是一種情況 然後中間 有些是少少灰 相當灰 少些灰 又再少些灰 然後丁丁少少灰 然後就全白 我們可以這樣表示 這樣怎麼表示 例如這個 在於我們想要看 表達出多少級 例如我們可以 用一個By去表示 的話 一個By有256個值 可以由零 開始去到255 例如我們用零 就表示 一個是最黑的情況 255 就表示最光的情況 然後1 就表示 比這個沒有那麼黑 2 又沒有那麼黑 光的的都是這樣 一路去到這樣 這樣的話 我就會用一個By 去表示 這個灰度 這個灰度 叫做grayscale 這個灰度 一個By 一個Pixel 就要用一個By 這個情況 我現在有幾多個Pixel 就成為了 然後再成為一個By 我們就需要那麼多 那麼多的空間 那麼多的By 去儲存 但我們不一定要用一個By 其實 我們 例如我們用四個Beat 都可以的 四個Beat 的話 那個範圍就是 全0最小 全1最大 由0 去到15 變成了 當時的灰度 例如我這個 就代表最黑 這個代表最光 總共只分了16種情況 由最黑到最光 只分了16種 和剛才比較細緻 有256種的灰度 而這個只有16種 當然就沒有那麼細緻 沒有那麼漂亮 但你只要省一半的位置 因為每一個Pixel 只需要用半個By 這個是灰度的情況 如果是彩色的話 通常每一個Pixel 我們會分開三個值 一個就是 紅色有幾紅 綠色有幾綠 然後藍色 藍色 紅色有幾藍 例如 看看這個 看看這個 紅色 都是由0到255 我調校紅色 例如我調校綠色 藍色的數值 這三個顏色 混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底下的顏色 你看我調校的時候 它的顏色會不同 將這三個顏色混合在一起 就會產生一個總的顏色 現在每一隻顏色是0到255 意思就是 每一隻顏色都會用一個Byte 去表示 因為一個Byte有0到255 所以每一個Pixel 就會用三個Byte 還有一個名稱 它叫做Color Depth 叫做24bit 因為這個 每一個Byte有8個Byte 現在有三個 就乘三 用24個Byte去表示 顏色 它叫做Color Depth 知道有多深 它叫做